结合南瓜 苦瓜 胡瓜等当季特色瓜果 精心布置的装置艺术空间 各式各样的瓜果争其斗艳 已经迈入第十四届的瓜瓜节 是山林区的重点活动 也吸引了许多人前往共襄盛举 同时借此推广山林区农业瓜果特产行销 给游客更深度的山林瓜瓜节体验 在秋冬季节是山林的瓜果成熟的季节 我们有南瓜 木瓜 苦瓜 很多的瓜类都会在那个时节会成熟 然后办了这个瓜瓜节 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采购 然后让山林瓜果的民生可以让大家知道 除了有推广多年的瓜瓜节 为了让山林区能够有更多的在地特色 同时延长当地冬季瓜果农特产的销售期 山林区公所更是举办森林市集 不仅可以让游客逛市集买到新鲜农产品外 还能在森林野餐享用山林地区风味优质的瓜果 更能跟自然约会 好好吸收能量十足的芬多金 让游客对山林的好山好水留下美好的印象 连续办了一个月一共有六天 每个礼拜六都有 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山林来 然后我们其实这次是首次的办森林市集 也邀请了所有我们山林的一些摊商来摆摊 然后其实整个的效果很好 然后游客也都很喜欢那片山林 在逛摊位的感觉 我觉得是让山林有收入 然后让一些民众可以有散步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接下来春节期间 山林区公所也特别规划情人节赏花活动 民众不但能够来到山林 欣赏最美丽的缤纷花田 还首开先例可以在花海中采花 同时还有开放市集 让喜欢山林农特产的游客尽情采购 琳琅满目的冬季瓜果 保证提到手酸